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我们每周三晚上4599网络讲座的时间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舒时莹 我们这个讲座每周三举办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现在开始直播50分钟 然后让大家进这个Zoom来跟我们主讲人 跟现场的来宾 大家交流讨论50分钟 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也就是我们4599网络讲座另外一位的主持人 洛芬美洛博士 哈喽各位好今天换我自己来 今天是苏喜一定要我来讲这个题目 等一下苏喜讲讲看为什么要我讲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我刚从台湾回来 我从11月底到这个12月到这个回了台湾一个月 那有幸就跑到这个园林土库那个地方去山秀园参观 那在进到这个园林的时候 那我想说这个分北 苏教授是这个园林土库人 是这个园林土库那个地方的人 那我就邀他一起去到我们去山秀园参观 那进到这个园林土库的时候呢 他就先带我们到他家老家去转了一下 那时间很短但是哇让我这个非常的惊艳 因为那个我拍了几张照片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故事填进去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分北最近在做他们家这个 洛家老宅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万德医院的 他们这个老宅的这个故事啊 那我就一直催他 我说你快来快来 我那天拍了一张照片 我都还不知道那个故事的内容 那那个老房子但是已经收拾的相当典雅 那然后同时呢那个听说就是台湾有一部电影叫小郑医师的爱情故事 就是在那里拍的 所以那个场景你就可以知道可以入境的 那个你就看那个老宅多典雅 那所以看到他正在做这个他们老宅的这个节目的故事 就催着他一定要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他这个老宅的故事 那我们有另外一位那个刘定范刘大哥 现在还没有进来没有关系等一下讨论的时间 再跟大家见面 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个洛芬美洛博士 帮我们分享一下你老家的这些故事 好我先把他分享 有看到我的分享吗 有 有好 那我今天就来 我本来是想要邀请就是 就是来帮我就是协助做这个老宅的这个王湘杰老师 我本来是想邀请他一起上来讲这个故事 然后因为他说他星期三晚上都有固定的活动 所以没有办法上来 那所以我这里面有一半的powerpoint是他的powerpoint 那我就说那我就借用你的powerpoint来做这个分享 那我把今天的题目定叫做 从百年老宅到青年梦想基地 万德医院的变身故事 我们这个老房子是1914年 我先讲一下这个老房子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在台湾的云林县土库镇 那所以我先google一下那个地图给大家看 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呢 那你可以坐高铁坐到云林站 然后呢到我们那个地方大概20分钟就会到了 计程车20分钟就会到 那我们那个镇非常的小 但是呢就我自己觉得还蛮幸福幸运 所以等一下就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家里有老房子呢 那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做什么事 ok 好了那我来分享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房子是从1914年我的阿公他盖的 他从新竹然后到土库去 然后一直到2016年我爸爸过世 所以这个当中都是属于我们家人的生活空间 那2016年我爸爸过世之后 那我们才开始面临到说这个老房子 然后呢 所以我们我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1914年到2016年这个期间 这个老房子的故事 给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这个老房子很可惜 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留到任何的立面 就是我们那个房子的立面 没有没有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 没有任何 然后这一条 这一个是 我不知道这个照片 之前那个好像有一个叫 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他也画过这一条街的画像 那你想看我们家前面 苏喜你想看那天前面那条街 原来是这么小的一条街 这么小 然后我们现在并没有这个河 那两边是水沟 水沟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水沟放过小船 这个水沟大概是在民国50年的时候 才开始去改建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惜 现在看的时候已经水沟在地下 不是不是 因为当时这一条 我的我家 我的我们家应该就是这里 唯一的这个就是这一栋 这边有几个人 站在这个罗马住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个位置 那当时因为要拓展要拓这个街 因为这个街很小 所以早期我的阿公当议长的时候 那时候他有配个车 就没办法从这里 所以就必须从后门进来 那这条街我在想 当时如果不要拆的话 我觉得这条街保留下来 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街 因为改的时候 你现在去看也没什么规划 那记得那时候拓展这条街的时候 他们就去跟街上的人说 我爸爸说我爸爸要愿意拆 所以你看你们要不要 然后再来跟我爸说 全街的人都要拆 看你们家要不要拆 那我爸想说全部人都拆 那我们就拆吧 所以我们就大家都往后退 就是往后退一个棋楼 可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的规划 所以我们家的房子的立面 大概是在民国50年的时候 就变成现在这一个立面 那这个立面 当然也有一些设计 也不是都没有设计 我记得我小时候偷看他们的设计图 那因为我们为了要做 现在为了做文资嘛 所以的这些教授们 他们有去做这个做一些调查 那所以现在这是这个 这个是他的前面 那这个这个是从后面 从后面看过来 那这个应该是 这是这应该是一个截图是 应该是小郑医师 那个拍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也算是非常完整的一个 我们家原来的样子 所以现在他做我们要做复原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从这个里面去看 当初的瓦是什么 当初的设计是什么 就蛮有趣 就是整个这一个是 还好有拍那部电影 然后把我们家原来的样子 也做了一个保留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后面 原来是属于我叔叔的 已经卖掉了 所以现在就只有留到 这一个部分 就留到这一个门的地方 再往前 后面已经就不是我们家的了 那我那天 有建筑师问我一个事情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他问我说 你们家到底是从后面走过来 算前面还是从前面走过来 我说应该是前面吧 他跟我说建筑上面 不会把 因为左边这里是厕所 这是我们家的厕所 他说 建筑不会把厕所放在这一边 他说应该是 你们家应该是 如果从前面过来 厕所在这一边 就不符合那个 传统的那个盖房子 他跟我说 你们家可能是从后面走过来 可能是从后面走进来 的格局 就是从我现在看的地方 而不是从我们另外那一面走过来 这是建筑师看到我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我从小就这样长大 我也不知道厕所盖这边 跟盖那边有什么不一样 那他告诉我 这个房子的设计 所以我在猜 我们家也许是从后面先盖 后面才 后来才盖的前面 我猜啦 我猜啦 我阿公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的想法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因为现在为了做这个文资调查 所以开始就有人 所以我们家从后面看是一个样子 从前面看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前面这一个上面这个小阳台 他们有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 那我觉得这个小阳台 应该是一个 对我们家来讲 是蛮重要的一件 一个部分 因为早期我们很多活动会在楼上进行 我听我姑姑说 早期我阿公会在这个二楼 这个地方 就里面 他会请很多一些地方上 或者是相关的人 然后在这边摆很多桌 然后在上面很热闹 就是我们家有半个像公共场合那种 我记得在八七水灾的时候 八七水灾应该是1960年代左右吧 我们家楼上都躲满了我们土库的难民 因为我们土库很多都是一层楼 那水灾淹进来的时候 很多没有地方躲 那我们家楼上 这个二楼的楼上 就一撮一撮有好多的人就住在 就来我们家避难 躲难 那如果没有跑到我家来的人 就只能 就是躲在那个屋顶上 就是他们的那个一楼的屋顶 所以我从小就很习惯我们家人很多 我们家很多人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水灾的时候 很多人就躲到我家去 OK好就是我们家的 因为你阿公那时候是议长嘛 对不对 不是不是那时候我阿公已经不在了 我在的时候我阿公已经不在 我阿公民国42年就过世了 对那已经到我爸爸的时代了 对我出生的时候 我阿公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爸爸在的时候 我们家还是很习惯变成公共空间 所以我现在把它开放成公共空间 感觉好像还蛮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家不锁门的 所以我们家该偷的东西都被小偷偷光了 所以我已经不担心我们家开放会变成什么 因为能偷的都被偷走了 因为我们家不锁门的 以前都不锁门 OK好 好 然后呢来 左边这一个就是小郑医师拍摄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这是秦翰 这是李静美 然后这一个铜像 这个铜像已经被偷走了 这个是我阿公的铜像 已经被偷走了 所以不知道偷到哪里去 不见 不知道谁要偷这种铜像 我不知道 然后下面这一张呢 是以前 因为我阿公过世的时候 时间是8月17号 所以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 每年的8月17号 所有的家人亲人都会回来 一直到我26岁以前 26岁以后 好像这个 这件事 这个 这一个就 不知道为什么就停 就没有在办 所以以前我们家每年的都会 都会有这么多人 就会聚集在我们的家 然后就拍一张合照 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说的那一个部分 那很很就是那时候我爸爸跟我叔叔在分家的时候 那我爸就坚持说希望能够留到这个门 所以现在后面已经不是不是我们家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保留到前面 这个是等于是最最底 好 好 来 然后 来 这是楼下 那我介绍一下楼上 就是我们家楼上 然后左边这一张是我爸爸跟我妈妈的结婚典礼 就在我们家楼上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楼上很宽 很宽 那 这个就是我爸爸跟妈妈结婚在我们家楼上 因为那个时候 我 我爸爸应该还没有受洗 所以他们就没有到教会去 就在就在家里面就办这个婚礼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中间有个乒乓桌 所以我就希望说这一次改就是那个修整的时候 可以把一二楼的这个楼层板 他把它就是就是弄坚固一点 那楼上这边如果活动就很方便 这是我们家一个百年很长久的一个乒乓桌 很厚很重 那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开会 家庭礼拜 聚会 小组 地震可以躲在底下 所以我很希望 让未来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整修好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家楼上 然后这个就是小真一师拍摄的时候 留下来的那个 的那个 图片 秦翰 这里静美 后面呢 这一位是好像是志祺吧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然后我妈妈 然后后面出去就是我们家的阳台 那阳台 以前我们家很特别 他们所有的大小事情都要在这里拍一张合照 订婚啊 结婚 什么什么什么就要在这里 所以这就是我阿公 若万德 那这是我阿嬷 然后这是我的七姑姑 这是我五姑姑 六姑姑 这是我妈妈 我叔叔 我爸爸 我的三姑 我三姑的女儿 这是在1953年1月1号 基本上就是我阿公过世前 最后一次的拍照 因为他是在那一年的8月17号过世的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当选议长 那所以他们就 当选议长不久吧 他们就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我阿公长得很帅 所以这张照片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有生病啊 他好像是胃出血 我听我姑姑讲 就是我阿公他的身体不是很好 经常要输血 所以以前家里还会养一个人 就给他吃很营养 然后需要输血的时候 就输他的血给我阿公 我听我姑姑说的 所以我阿公身体不好 那怎么办 你要去哪里找血来输 就要养一个很健康的人 然后给他吃很营养 需要输血就由他来供给这样 好 我介绍一下我阿公 我阿公是1914年 他是从新竹 然后到土库 他老家在新竹 不过我目前还没有去新竹 寻亲就是了 然后这是 他是第一个被派任的官派政长 然后他在上次那个谁来演讲的时候 我有修过一张我阿公的毕业照 就是这一张 他在总督府医学校毕业的时候 他在总督府医学校毕业的毕业照 他是第十一届 总督府医学校 他的名字也叫曼德 对 万德 他是叫万德 万德 对 万德 那 他 我很好奇说 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去土库开业 我不知道他们的那时候的 就是什么样的策略吧 我不曉得 而且为什么会选在土库 我也不太知道 不过我后来听我们当地的人说 很多人 因为我阿公牵去土库之后 很多人的阿公就跟着他牵来土库 所以很多人是跟着我阿公 因为他来了 所以有些人就来了 甚至就到土库来开业 或者做什么 就会去 我后来听听 发现我阿公好像会招商引资的感觉 他会去招一些 譬如说跟人家医生说 来这里开业 这里开业 而且他会把人家找房子 说这条街你在这边开业 然后你住这里 那天是我听到我们另外一个当地的人说 他爸爸开齿科 我那天才听到一个 给你们参考一下 早期的牙科都叫齿科 齿科 不叫牙科 他们说牙科是动物才叫牙 人应该叫齿 所以应该叫齿科 我们现在怎么都叫牙科呢 日治时期 对 日治时期的他们都叫齿科 那是我那天听我们那边另外一个齿科的后代 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 好 所以我说哦好吧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都叫牙科 台语叫什么 齿科 台语就叫齿科 不叫隔科 台语不叫隔科 台语叫齿科 所以叫齿科 那我们日本 日本也是叫齿科 日本也是叫齿科 所以他们说人应该叫齿嘛 动物才叫牙啦 这是我那天听到的故事 顺便说一下 好 那这是早期 那时候日本人不是有改 皇民化 就要改姓嘛 改日本姓 那我阿公他们那时候就改成 就是有松后热 就是保留这个热 以便后来回姓的时候可以回来 这是当时的他的记录 那就是这是我阿公的 这是他的那个就是户籍藤本 我去给他查一下他的户籍藤本 知道他原来住在新竹的新竹市西门 他原来的户籍 那后来以前没有云林县 以前没有云林县 云林县是这个台湾光复以后 到了1950年 云林才设县 日治时期是没有云林县 那时候云林县是属于台南州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那时候进来的时候 云林的反抗非常的严重 那个反抗日非常的严重 所以骨坑啊 然后土库啊 这边就是抗日非常的严重 所以日本人就把云林县给废掉 所以云林是那个就是属于台南州 然后虎尾庄 然后虎尾庄 虎尾菌土库庄这样子 所以云林也是一个特别地方嘛 所以我常说云林是在整个台湾被认为最穷的一个县 那土库呢 又是云林里面更更小的一个镇 那而且云林更有趣的是各位有注意到 所有的县都有一个相对的那个镇 比如说于斗南 台南县就有一个台南市 对不对 像那个那个彰化县就有一个彰化市 可是斗六 云林没有云林市 云林只有云林县 没有云林市 没有 没有 就是云林跟人家都长不一样就对了 云林有云林县 可是没有云林市 有斗六啊 虎尾啊 所以云林的县制 跟人家长不一样 我们现在开始要做云林县 所以我们就说 要找回云林的一些东西 有点难找 因为早期真正云林的位置 其实是在今天的南投 今天的新竹是原来 原来那个竹山才是原来 云林县的县制所在地 对 所以云林县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个有待后面再来跟各位报告 好 那我阿公就是当过云 他当过台南县的参议会的议员 他们当时有选举 那我阿公在 在这里 他当过台南县 当时台湾光复之后 云林是属于台南县 就属于台南县 后来变成台南县 那后来呢 那个 就是云林设县 就有议会 所以阿公去选了议员 那当时他们好像都跪入国民党 因为他会讲国语 听说他参加过台湾文化协会吧 所以有学过国语 有学过国语 就比较当时安全一点 就是你只要有来 你就跟他讲国语 所以听说我阿公那时候 在228事件的时候 然后 有这个国民党的军队经过 我阿公就用国语跟他说 我们这里没有坏人 对 所以就相对就 就安全一点 对 这是我听说的 好 来 然后那 这是我 我的一些姑姑们 这是我的姑姑 我阿公有七个女儿 然后 两个儿子 好 那我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我爸爸 我爸爸是 其实是我阿公的养子 他不是我阿公的亲生儿子 因为我阿公 就前面的阿嬷 就四个女儿 我爸爸 五岁被领养过去的时候 就四个 他们家就四个姐妹 所以 我那个 就是等于是 领养我爸爸的那个阿嬷 他就 就每次回台北 因为他的老家在台北 他就跟他说 你这么多儿子 你就一个分给我嘛 因为我爸爸的 的家是在旺华 然后 他们有很多儿子 他们都生儿子 没有女儿 所以我爸爸排行老三 就被 到土库去 那也因为去了土库 所以 我想我阿公就 把他作为一个继承人的方式 给他栽培 所以后来他就去读了 台南一中 就现在的二中 然后去日本读日本医科大学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 后来就是我阿公身体不好 所以他就回来了 这是我爸爸以前 年轻的时候 他他年轻的时候的 的样子 ok 好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爸爸 那我爸爸就很 很 其实他他跟我说 他早期不太想要回来 他早期在日本学医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医学要 要很精进嘛 就应该留在 那个就是大医院 所以他一直想在日本跟着教授 然后把他的医术给学好 那后来因为我阿公身体不好 他就从日本回来 所以他要回来台湾之前 他就把所有在日本东西 通通送给日本人 他说我家里环境不错 所以这些都给你们 我就回去了 那回来台湾之后呢 我阿公身体又恢复了一点 所以他就到台大 台大医院来工作 那被派到那个金瓜石 现在金瓜石那边的医院 去那边工作 那之后才回到土库 那回了土库之后呢 我爸爸就说 你知道那个时候 在乡下 其实专业的医生 大家不觉得太重要 就是很多的密医啊 就可以了 所以我爸常说 他自己说几句话 我一直觉得 他第一个他说 我回来地方当医生 那我们的环境比别人好 家里的环境比人家好 所以我回来是来赚钱 不赚钱 他说他的 就是他来赚钱 他不是回来赚钱 他说我们家的环境 比人家好 因为我们以前 乡下人很穷嘛 所以他们的 我爸的那种态度就是 他当医生的态度就是 想说要帮 就是要帮更多人 所以我从小都觉得 我们家 每次来看病 我都没看到我妈在收钱 每个人来看回去 我都印象里面 人家问我妈说多少 多少钱 我都听到我妈说 不用了 我想说不用 不用是什么 每个来都不用 不然我们家的钱要哪里来 我听我妈妈说 因为我妈妈是来自于斗六 她的家族还不错 所以我妈都会回去外婆家借钱 因为我爸开业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有 有有有有 有那个经费 所以他会回去借钱 好 因为我爸就是那个很浪漫的人 他一生不太爱赚钱 他真的很 他真的跟他的名字 要叫云虫 就随 随着那个云在飘 他一生真的很不爱钱 我常跟他说 爸你为什么不当医生 当认真一点 他很喜欢做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 常常有病人 我爸都不在家 都跑去国小 去什么帮忙棒球队 去带 他常常去带很多的别人 家里面就我妈妈在顾 我妈这个世纪女在顾 这就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他从斗六 他也是在日本待过 他小学毕业 就自己一个人 搭火车从斗六搭到基隆 搭船到日本去读书 那待了十年回来 我妈妈有一个很厉害的外公 叫做林学公 他是台湾的第一代牧师 我妈妈的 我外婆的爸爸 我外婆的爸爸 是台湾的第一代牧师 叫林学公 听说他小时候 因为不是小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 为了改姓 为了信基督教 还被 被家里面 把他给绑在树上 绑在那个板凳上 他最有名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带着板凳去教堂 他绑着板凳去教堂 这在长老会的历史里面 有一些记录 OK好 所以我在想说 这也是 因为 所以我 我爸爸 就是我原来我阿公 我的洛万德 他是到很 很晚的时候 他才信主 他早期的时候 是我 我后来那个阿嬷 因为我原来的 领养我爸爸的妈妈 过世之后 后来我爸 我阿公就娶了 我后来的那个阿嬷 那我阿嬷是在台北嘛 他 他就是已经是基督徒了 所以他到土库去 他去带领这个家庭 那我姑姑就跟我说 早期 我阿嬷会很多的传教士 你传教士会在我们家唱诗歌 那我阿公呢 他还是 会祭拜他的那个 那个 祖先 所以我姑姑他们 就会帮忙就是 祖 就是祖那个 就是要拜祖先的上去 那他们就彼此尊重彼此的信仰 那到后来我阿公才受洗 然后才去教会 所以我爸在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还没有信耶稣 他也是后来回来 那因为阿嬷的关系 还有我妈妈的关系 所以你知道我爸到60岁才受洗 我爸到60岁才受洗 他一直都没有受洗 后来是因为我 我20岁要受洗嘛 我就我跟我妹跟我哥 我们就邀我爸爸说 你要不要一起来受洗 所以我爸到60岁才受洗 所以他在教会做没有什么职务 我妈妈跟我阿嬷都在教会当长老 我爸就是一个平信徒 这就是我爸爸妈妈 那就是我妈妈 那这就是我们双胞胎小时候 这是我们双胞胎小时候 那我们家就是我哥哥跟我们一对双胞胎 那这是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跟我妹妹两个在教会受洗的时候 的一张图 然后这一位是我老公 这位是我老公 OK 感谢主 所以你们是原来小时候 这么小就结缘 没有啦 这是后来发现的 对 然后没有 我只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庭 就是说小时候我们在这个空间生活 那我妈小时候会创造一个圣诞节的回忆给我们 所以我一直到很大都相信是有圣诞老公公的 因为我妈非常的认真扮演那个角色 所以我们家很小 那时候土库没有人有圣诞树 那我们家就有就在门口 所以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我们家来玩 因为我们家有圣诞树 有圣诞节 那这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双胞胎的一些照片 我爸爸很认真 会帮我们留下非常多的 的一些照片 那我爸以前都会骑着这个摩托车 到乡下去看诊 以前的医生 都是24小时的 那随时人家一叫 他们就要骑着摩托车 然后就去看诊 我阿公的时候是骑马去看诊的 我阿公的时候是要骑马出去看诊 那我爸爸的时候 他开始是骑脚踏车 后来因为刚好 那时候开始有摩托车 就有人来说服我爸爸说你要不要买 我爸爸就说我不会 他们就把摩托车丢我家 让我爸去摸啊去试 后来我爸就买了摩托车 所以我们家早期是骑摩托车的 那我们家有一个消失的鞦韆 这个做特别弄出来 这是我们家 一直到我很大的时候还存在 我们土库所有的小朋友 都去我们家做过这个鞦韆 而且我们那时候玩鞦韆 还要卖票上去当鞦韆 所以这一次在修复的时候 我就有请那个他们说 可不可以把我们家鞦韆给找回来 给做回来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没有鞦韆 就少了灵魂 所以这是我们家的庭院 然后这是我爸爸后来晚期的时候生病 我们回去看他 那我们家经常都有很多的人在这边 这是我一些姑姑们从美国回来 他们来看我爸爸 那每一年那个我爸爸在的时候 那个救国团又有爸一起 有参加救国团的活动 他们每一年大年初一 都会一群人到我们家来煮东西 给我爸吃 所以我们家过年都好热闹 大年初一都好多人 让我们家煮东西给我们吃这样 好 然后那个就是 所以我爸在2016年的3月6日过世了 那过世之后 你看我们家从这么多人 后来我们家就变成这样 就没人了 门就锁起来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很多人就问我说 然后你们家呢 我说我们家 锁起来 所以我们家一锁起来之后 对我们当地的人来讲是一种失落 因为我们家都不是我们的 所以随时每个人放回来放去 就放进我家 去看我爸爸跟我爸聊天 所以我爸过世之后 门锁起来之后 我们当地人有蛮大的失落感 就想说 那个房子怎么锁起来 那我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说 你这个房子要做什么 我说那就看看吧 看看可以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可是我们也照顾不了 所以最早的时候 我就开放给我们教会的松年团契 他们就每个礼拜三 就会到我们家就是开门 然后进去蒼蒼师 然后这个是师母牧师 他们就会在我们家活动 那我想说至少有人帮我们 每个人都开个门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我曾经把我们这个洛家的 这些兄弟姐妹 他们从国外回来 那他们可能都离开家很 都没有回来 没有过来过 我就带他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的洛家的房子在这里 你们来看一下 然后关键的一刻 就是2018年18月3号 这一天 是这一位叫邱颖的一个 他是我们云林 他也住在大壁 他从美国回来 然后刚好我遇见 在台北有认识 那我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回云林去演讲 他说好 然后右边这位就是我们那边 云林故事馆的唐立芳老师 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他觉得用故事来推广 推广云林是最好 然后呢 他就很想把故事屋 因为在湖尾有一个云林故事人协会 他就希望每个乡镇有一个据点 他很希望土库有一个据点 可是土库原来有 可是后来因为跟政公所 政公所那边好像 不知道什么事 反正就没有让他们继续使用 所以那一天 刚好2018年8月3号 其实我们不是约好的 我是家博嘛 邱影要回云林来演讲嘛 我就说那我载你回去 我就把他从台北载回云林 然后去的时候呢 刚好跟这个唐老师一起吃饭 那我就他就介绍一下 他说我正在找你 你们万德医院要开放吗 我说开放 可是谁帮我整理 他说有一个永年中学的老师 会帮你整理 我说永年中学老师是谁 他跟我说就是这一位王湘杰老师 那这个老师就是我爸在的时候 他曾经带着学生去访问过我爸爸 他帮我爸做了一个生命的日子 就是写过传 所以他对我爸非常的有 就是很感念我爸爸 所以他一直很就是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希望可以再来这边 那就这样子 他就我也我跟他其实原来也不是认识 可是那一天我们就见面 然后就谈了之后呢 我就说他就把他们的理念告诉我 说好那就这样子 我就决定了 所以他就带着学生开始进来 开始整理我们家 他就进来这些学生 都是他的学生 就开始进来整理我们家 然后呢在10月10号 他们就开始就是 在这边开始办一些培训的课程 就先进驻 好那这些就是他的学生 因为他们都是有的 中学毕业了读大学了之后再回来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老师 陈一文老师 他们一起带着一些他们过去的学生 就进到这个房子里面 开始推展他们的故事屋 他们要用故事来 然后2019年 这个老宅就在这些青年的手中重生 那这一个是一次的公民记者 庄凤佳先生在这里 他们那个公民记者 这是当地的一些人 还有来他们就在我们家集结 办了一个公民记者营 那也是第一次就是开放这个空间 然后他们都觉得这个空间很好 就是2019年的1月26 然后这是我妹妹回来演讲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演讲 所有人就跑来听 他们觉得这里是一个 我那时候觉得很神奇 在自己家演讲好特别 ok好 然后2019年10月27号 因为我们原来那个万德医院 那个我爸爸在的时候 那个招牌已经收起来了 因为我爸不看诊之后 那个税务捐机构说 如果你继续挂那个招牌 就要收钱嘛 要缴税啦 我爸都没在看病了 所以就把那个大大的万德医院 就放进去 所以后来他们每次办活动啊 说在万德医院 大家说万德医院在哪里啊 没看过 所以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 然后他就说选在 因为我爸生日是10月30号 他们就说在10月27号的10点30分 做了一个开幕式 就是做一个宣誓 就说我们万德医院重新开张 我们说那院长是谁 重新开张了 医院开张了 但是我说不是治疗身体的 是治疗心灵的 所以就很多人那天也很热闹 很多也有记者来采访 也非常的热闹 那后来 这些年轻人就开始在我们家 开始就办活动啊 这他们在讲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箱 本来那个唐老师 他们会把这个故事箱 这个用脚踏车载着 有没有 画在后面的那个 然后把故事放在里面 然后载出去讲故事 这是他们推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艺术家 画家叫张真甫 他一个小村画家 他经常就骑着脚踏车 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画画 这是我们土库人 然后呢 他们就准备在我们这边 你看这些 王老 那个老师就训练他的学生 会讲故事 所以他们用这个 在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而且这个老师 会训练学生到部落去 他们暑假就会去部落 去教那边的小朋友 所以他会训练学生会出去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画家 叫王春明 他就在我们那边 他会知道学生画画 然后他也是在那边 知道学生画画 OK好 那这是那个另外一个画家 你看他们把我们当地的 齐劳 他们就带着学生去把很多的 齐劳 就把他们画像画起来 就把他们留下来 而且他准备把我们云林土库镇的 十几个乡镇的一些采访 他们准备这几年要继续的 做地方的一些文献的资料 跟齐劳的采访 那准备训练学生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他们在我们家 活动的情形 他们就在那边剪纸啊 什么就在我们家 那所以我每次 如果开车回云林 回土库 我每次都开到我们家前面 看我们家灯是亮的还是暗的 亮的我就进去 看今天谁在我们家活动啊 啊 我觉得好开心 因为本来我回去 应该是孤零零的 现在回去 哇我们家随时都有人啊 而且他们把它整理的干干净净啊 而且充满的活力啊 好 然后这是你看他们做剪纸啊 做剪纸的这个活动啊 就在这个就以前我爸爸睡的房间嘛 啊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边啊 就是活动啊 然后这个就是这一个 画家当政府他画 他画出来的一个剪纸 把剪出来 变成这样的一个 这是他的剪纸的创作啊 所以那天呃 他们办那个就是新 过年跨年在我们家办 那我有邀请我们新任的镇长来 他就说哎 那这个可不可以当他的 镇的那个名片啊 这是这个张政府的一个很厉害 这个要要画好设计好还要剪出来啊 好然后这就是之前有了 我们这边演讲过的那个小高啊 他刚好他就是这个我刚说那个叫张政府 他骑车骑到轮骑到英国的时候 呃 在英国人家说哎 有一个台湾来的啊 就是小高 所以他们在那边有一面之缘嘛 后来小高因为回来台湾疫情被困住 所以他们就联络上 所以就把小高请到我们土库 然后去教小朋友怎么做导览啊 因为这些小孩要被训练 导览我们家还有导览土库街啊 所以这些小孩都被训练的可以可以做导览 好然后你看他们在做布置啊 所以我们家有时候会作为他们的一些展览啊 会设计一些展览啊 然后他们在这里面活动啊 然后上课啊 他们在这边上课 那我问这些年轻人啊 我说他们说我们很喜欢进来这里读书 我说我们家是可以读书的地方吗 他说是啊 在这里读书很安静 我说我感觉我们家是一个玩的地方 因为我们家很大很好玩 我们小时候在这里都在搬家家 就他们说不会这里很安静很适合读书 我说哦好 而且这些小孩还会在这边自己把吉他学起来 可以做很多的学习 他们在这边做很多的学习啊 所以你看他们在这边也画画了 然后这个小朋友呢 他是在讲故事啊 你看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讲 他们就做成一个行李箱 然后这就是一棵树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做成我的我爸爸啊 他就说哎 就要讲落落也落爸爸的故事 他们就用这个行李箱讲啊 说我爸爸骑着脚踏车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那因为这些事情呢 我们就被看见了啊 所以呢就有人就跟那个云林县政府说 这个老房子很重要 要被保留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是县政府的的的的 那个千千 他就一直问我说 你们家要不要申请修复 因为文化部有一个叫私有老宅的一种补助计划 他问我说 呃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屋顶啊 还有那个楼板啊 而且地震啊 我就怕危险 我说好啊 问题我不会写啊 我不知道怎么写计划啊 我不会写 他说我可以帮你写 我说好 你可以帮我写 那你就帮我写吧 啊所以他们就很积极的帮我去推 这一个申请啊 然后呢 这个是这些文化部的的这些委员们 来我们家做审查 他们要来看啊 那就审查之后呢 哎就开始就呃 我们也去的文化部有去参加开会啊 后来就初步有就是有通过啊 这一个是那个那个呃 云林县的云科 云林科技大学的苏明修教授 他们团队就做了一本文资调查 他们把我们家的屋顶上的每一根 因为我们那个是木头的嘛 有没有筑白椅啊什么都要把它检查的 写的修复跟再利用的计划 那未来就会有这个叶建筑师 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做最后的那个那个 那个就是最细部的这些计划 那通过之后我们家可能会在明年后年 可能会一两年的时间 他开始要进行修复 就是说当然就照原来的修 但是要把所有的结构都弄安全 然后我们就希望说未来 我们万德医院可以做更多更多的 从历史从艺术从创意方面来做 那这个这些我们现在已经在的这些团队们 他们希望他们要建构我们万德医院 变成新年的梦想基地 他们希望透过这里培育一些人才 那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 我们一个房子一个老房子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去文化部开会的时候 文化部问我说你这个房子啊 你要怎么弄啊 你会有什么想法 我说所有的这些我只知道 我说我只说一件事情说我愿意 我愿意开放这个房子 给所有愿意进来的人 他们在这边去怎么样 我说因为我阿公我爸爸 他们在地方上他们都是做一个 就是公益的事情嘛 他们一定是希望可以让我们那个地方 得到更好 虽然他们现在不在了 可是这个老房子还可以让我们当地的人 可以因此而受益 那我也很感谢主就是说 以我自己我们继承这个房子 我怎么可能去修它吗 我不太可能 可是一百多年的房子 感觉就有点危险 可是就很奇妙的 就是因为他们进来了 然后他们已经做好了 在这里很多人都觉得说 好啊好啊好啊 都有点重置层层的概念 所以让文化部的人也很感动 让县政府的人也很感动 他们就说通常给补助最怕就是变成蚊子管 希望你开放一天就好 可是我们已经随时都在开放了 他就说那这样的补助 所以比我们漂亮的房子很多 但是呢像我们这么有温度的 而且这么温暖的他们说很少见 所以他们说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温暖 而且还没有还没有开始补助 就已经很多人就开始在这边活跃的活动的 所以他们只是担心说 两年修复期间他们要到哪里去活动 然后两年后他们要再回来这里 然后再继续来推动 我就觉得说 我虽然没有跟我阿公讲过话 但是我想我作为他的孙子孙女 然后我协助了 就是我们去推动 然后让我们当地的人 因为我们这个老房子可以得到更多 那我常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基督徒很少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生命的一种分享 我们不要 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开口去传福音 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是基督徒的房子 来这里他可以感受到 你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温暖跟一个 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就分享 那也欢迎各位如果有经过云林 然后可以到我们老房子去 为我们祝福一下 好 谢谢大家 那请问一下 那像现在修 在修他是 一家全部要关闭 一起来修两年 差不多一年多 一年多 因为他要把那个木头 那个隔层 那个所有木头 他必须把它拆 然后看要怎么样再把它结构 对 所以这一年多是没办法去参观的 对如果他开始修复的时候 他就会外面会围起来吧 OK 希望他赶快落成修复完 然后赶快落成 然后恢复这个 那真的是一个云林那个地方的文创基地 尤其我们土库 不是尤其像我们土库 那个地方很小 然后能够汇聚这么多人的地方 我觉得很神奇是当我们开放 所有我们当地的一些人 甚至隔壁地区的人都汇聚进来 我觉得那就是蛮让我感动 所以那天30号他们办了一个跨年 在我们家 那我就回去 我好感动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很多认识不认识 那我也邀请教会的朋友来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 对 我看那个你们在做那个直播 我也非常感动 其实第一眼进到那个洛家老宅 就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整个气氛 还有他们那个气质 应该这样讲 那个气质就是一个 真的重视人文的 所以可以看 感觉到说你阿公 跟你爸爸那种人文的气质 还有他这个热心工艺 最主要你看那个地方 住那么久 可以都夜不庇护 可以不关门睡觉的这种情况 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那OK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 那非常非常感谢这个 这个洛峰美 洛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故事 让我们再以这个 真为台湾人 真的感觉到非常光荣 台湾有这么多很古老 而且这么多很感人的这个故事 值得我们一步一步再去进一步的挖掘 同时能够希望他这个老宅 赶快修复成功 然后成为这个 土库那个地方的文创一个基地 好谢谢各位收看 喜欢我们节目的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点赞转发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